周董嫂昆琳以愛犬麻吉命名 為家人新開咖啡店 想不到看起來 和他一樣乖巧可愛的麻吉 竟然也會吃醋跟小周周爭蟲 我覺得我們家的狗 好像都會跟女兒爭蟲 因為覺得平常抱的都是牠們 然後現在抱的變成女兒 牠們會覺得 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老公也會爭蟲 牠是覺得我好像沒有仔細 在聽牠講話 所以麻吉那天是不是有咬小 女兒的小腳 因為牠自己有點生氣 然後就想要把牠的襪子咬掉 對 就呵斥牠 就說麻吉 這樣然後就趕快把牠叫走 女兒 牠一開始不以為意 可是之後我們太緊張的表情 讓牠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對勁 雖然昆琳身為新手媽媽 但目前帶小孩 也已經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囉 現在帶寶寶還滿上手 就一開始就有點手忙腳亂 可是越來越上手 就牠有時候大哭 你會覺得 完了你在哭什麼 有點無法 然後只能就是那種催眠曲 然後抱著牠一直這樣 晃晃晃 然後看會不會好一點 那你跟老公 誰烘被比比較厲害 嗯 應該是我 因為我們 有胸部可以這樣頂 他會覺得比較舒服 我女兒希望玩 我也好想躺看看 採訪報導